日前,吉安警分局派出所接获报案说 在吉安乡的福星村有民众群聚打麻将 经过巡逻远警前往,这个地方发现有四女一男共处一室 虽然现场没有发现赌资现金 不过已经明显违反三级警戒室内不得群聚的相关规定 远警当场与取缔也直接含爆花联系卫生局来采访 警方表示,19号下午,吉安派出所接获的检举 在福星村一处民宅内有打牌的形式 经线上巡逻远警赶赴现场遇到了一位年约60岁的女屋主 一开始屋主表示并没有人在打牌 并带着远警上二楼查看 警方眼间,在二楼房内看到了一桌麻将 以及喝到一半的冰啤酒 紧接着在阳台、厕所等处一路找到了企图躲藏的牌友 屋主眼见,东窗事发,只好坦诚一切 警方将五人直接含爆裁罚 本人都叫出来,不然我找那个来哦,我跟你讲 来啦,滚 滚 干什么 滚 6月19日下午1点40分左右 本所获报在吉安湘福星村 有民众聚集打麻将行事 经严谨前往该处共有四年一南共处一次 这位发现有5支现金 但已明显违反三级警戒之管制规定 本所当场予以取缔 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第37条的规定 违反群聚的管制措施客户 经贷率6万元以下 30万元以下发还 呼吁民众切勿心事 以免有荷包大支险 有没有在打麻将嘛 没有啦 介维卓右邻居的5人 不顾三级警戒防疫规定 在室内群聚打牌 最后遭开单裁罚得不偿失 但任由少数心存侥幸者不停劝阻 而警方呼吁民众以及业者 务必遵守政府的防疫规定 记者林杰 捷安乡采访报道 把人都叫出来 没有啦 朋友都在这边了 这刚刚才过来而已 什么刚刚过来 我们上来的时候他就在了